都以觀眾投訴 那投訴台北電影界的英雄主持人 都不把時間留給觀眾 我今天很記得這件事情 謝謝主持人跟達人和演員 然後就是很謝謝 整個團隊把這個故事 講到觀眾面前 那就很好奇 就達人們會 想要把這麼珍貴的故事 也交給我們 我覺得獲得很多力量 然後演員們在 承接這份貴重的記憶的時候 又是帶著什麼心情去詮釋跟 就是攜帶著 謝謝 所以你是問導演跟演員嗎 那我們就一人一句話好嗎 很好 導演先好了 為什麼想要把這麼珍貴的故事 拍一句 我不想後悔 在我有力氣的時候 我想要 把他留下來 謝謝 不要哭喔 不要哭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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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 對不起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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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我覺得 就是 對於每個人來說 就是 大家的童年 一定都有一段 忘不了的故事 然後 其實我第一次跟導演聊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們兩個人的童年 其實有蠻多類似的故事 所以 我也想藉由這個機會 就是 讓大家知道 就是 不要忘記 大家青春時的那個 我們的故事 其實就是 透過這個角色 對故事 想穿地什麼訓練 來 張法雲 我看你怎麼配吧 想穿地什麼訓練 聽這麼多人 這樣 他以為很爽 結果 糟痛 不錯 就這樣 好 我覺得 想穿地什麼 打不出 但是我在就是 看導演 看你都有點深 就是演 那個 導演小時候 然後我還要特別問他 就我是不是要模仿他 或怎麼樣 但是他說其實不用 我就 做個自己就好 那我覺得 每一個人在就是 青春 青春期那個時候 都會有 這種 比較模糊 比較迷惘的年紀 對 那 其實我覺得 勇敢去面對自己 心理的想法 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講得很好啊 謝謝 我覺得 其實接到這個角色 我覺得蠻難得的 因為 以前的角色 都是 陽光銅照啊 不是 不是被砍就砍而已 嚇我一跳 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 自己有一點點的 其他的部分被放大 然後 導演發現我是一個 是算柔的 就是不是螢幕上的那個樣子 但是 就不是說我要變性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會忽然被發現 就是 演員你要去演的時候 你放大那個東西 其實不用放大 它其實一直都在 所以我不覺得 有任何人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個片子 跟我這個角色 這件事情很重要 講得非常好 來 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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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部片 就是把青春還有愛 都顯露出來了 對 希望你們大家都感受到 好 好 感受到了 好 丹妮 你應該有很多時間可以想的 其實我 我真的還是要再謝謝導演 願意把這個重要的角色交給我 因為 像我 之前的角色不是猥褻別 就是被人當猥褻 就是可以讓我挑戰一個 這麼不一樣的角色 那 其實我在這個 在做這個角色的功課的時候 我其實更 因為我本來是 不認識那個 陳妮子老師的 是因為 透過這個片子 然後跟 當然的介紹 才去慢慢的了解他 然後才知道他是一個 這麼 溫暖 這麼勇敢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 就是 雖然還沒有很完整 但是我們對於性別的 認同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因為 他們 有這些 為我們先 衝一波的人 然後才讓 慢慢的讓我們 對於這件事情 看得比較平等 那也希望 就不管什麼事情 我會覺得 不管你們看了這部電影 或是任何事情 可能對你們來說 都會有好或壞的反應 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會是我們一個成長的養分 那希望 不管是好或壞 那這個東西 希望你們都可以勇敢的去接受他 然後 並且去把他 分享給你周遭所有的人 不一定 你可能這樣的分享 然後 就默默的幫助到他 對,這是我在 做這個角色的功課 然後在採握這個角色的時候 最大的一個收穫 謝謝 謝謝 我也覺得這個片裡面的 角色都非常非常地勇敢 不管是在表達 表達你的愛 給你的對象的時候 或者是做自己 裡面的角色都非常勇敢 而且不太出現 好